小月 晓晓姐 火眼晶晶啊 你怎么发现陈娇者怀孕的 太牛了 这个陈娇者就是活该嘛 你说她怀孕了 就该老老实实回家等着当妈 还瞎瞠什么呀 你没看见刚才那样吧 落荒而逃的 艾米 我让你去一线实地考察 你去了吗 那个 萧嫣姐 彩妆和母婴 虽然针对的目标客户人群不一样 但都是护肤品类嘛 咱们团队之前的经验 再加上陈娇蕊团队 我觉得应该足够可以应对这次发布会 你刚骂完人家 就指着人家帮你啊 他们团队方案我看过了 基本用不上 我已经罗列出了目标妈妈们 主要活动商圈 这两天你定时定点埋伏 一定要掌握第一手信息 要了解他们的真实需求 知道吗 知道了 还有 不要再一轮陈娇蕊了 知道了 萧嫣姐 阿姨 谁会给你 这样还不肯定 你肯定要关门 你肯定要做这个 你就拿完了 你肯定要做什么 就这样 了 三个儿 你肯定要做那个 其实没有 你肯定要做的 特别有什么 非常的温和 我知道各位宝妈们 也已经是小专家了 所以建议大家 一会儿亲自来体验一下 我们这款产品呢 之前在日韩市场做过推广 深受日韩妈妈们的好评 大家可以看到 在日韩母婴喜护排行榜中 我们的产品名列前三 不好意思 我想请问一下 你有几个宝宝都多大了 还没有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要宝宝 还不着急 你有三十多了吧 各位宝妈们 你们可以来扫一扫 我们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准备了很多的 神秘礼品给大家 三十岁 是女人黄金玉玲的底线 你三十多了都还不着急 你是不打算要孩子了吧 我要不要宝宝 和我们的产品没有关系 我们这款产品 经过多年的研发 也深受用户妈妈们的喜爱 各位妈妈 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我想请大家一步 到我们的体验区 亲身感受一下 你连宝宝都不想要 如何保证其他宝宝 使用你们产品的安全性 这位妈妈 你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关于我们产品的安全性 这是我们的洗发乳 很安全 这是我们的洗发乳 这是我们的洗发乳 各位妈妈 那边是我们的礼品区 大家可以去领取礼品 任何有害物质进入人体之后 都会有一定的潜伏期 并不会像剧毒那样 直接危害性命 但是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还是有可能造成婴儿的死亡 比如三聚氢胺 西亚集团 是亚太地区 最大的日用品公司之一 旗下有三十多个品牌 畅销十几个国家 我们西亚集团的企业文化 就是质量 是企业的生命 我们这款产品 在研发过程当中 所有的环节 细节之缜密 是大家无法想象的 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 母婴安全健康 大家可以扫扫我的微信号 一会儿呢 我会拉一个产品群 妈妈们可以推举三位代表 我亲自带她们参观我们的工厂 看看我们的产品 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也可以打消妈妈们 对我们产品安全的顾虑 同时 我也会每天在群里 分享我的身体状况 让大家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潜伏期 发作期 好吗 好 来 扫一扫 来 大家到这边来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入群的 来 都过来 过来 您是陈娇蕊的丈夫 我是萧嫣 幸会 就样大名 替媳妇打抱不平 砸场子来的 我是红代 来 开玩笑了 莫大夫 是我们主办方请来的专家 我看你是来支持陈娇蕊的吧 我是来支持你们产品的 我可没有针对你啊 我只是觉得你刚刚在台上那点言论 容易误导大家 明白 你是医生 维护医学权威 这边是你义不容辞的义务跟责任 特别理解 但是你并不了解我们的产品啊 据我所知 你也应该不太了解吧 你自己用不着的东西 你谈何了解呢 有时候了解一个产品 就跟了解一个人一样 不需要少年累月 只要认真 几天就行 佳蕊怎么样 还好吗 挺好的 等我不忙的时候 我去看看他 不用不用 你不用这么客气 跟姚蕊说 保重身体 身体是低位的 别人做错了 请他出去 不是 这就是个黑子 专门靠黑别人收钱 只要一有发布会他就出现 我已经见他无数回了 不是 你在那儿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我正经三甲医院的儿科大夫 我要不拿工作证给你看看呀 我们现在开始抽奖 你们大家都别听他的啊 千万别听他的啊 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入场却 弯到背面 拜拜 我呀 发现这陈娇蕊可真行 派自己老公来砸场子 那好歹也是自家品牌呀 弄火了这发布会对他有什么好的呀 我现在想想 一开始来捣乱那女的 肯定也是他派来的 回头我找人查查去 别查 你可别挑事 我没挑事 本来就是陈娇蕊他自己怀孕下线的 赖不着咱们 再说了 这个项目最开始本来就是咱们的呀 是他抢走的 现在倒好 弄来弄去怎么弄成像咱们是截户的了 今天那下单人受统计了吗 我看一下 应该是八十六单 九十四单 有个穿红毛衣的阿姨 叫你咨询的时候你不搭理人家 那个阿姨啊 我看她年纪太大了 那个阿姨是个月嫂中心的负责人 所以说所有的女性都是我们的潜在客户 你不能怠慢 我知道了 小燕姐 阿姨 你跟他们说的这面里不能放花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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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们说的那样 这面里不能放花生吗 我这边就放花生 你还好吗 还有 我丁克 不代表我不关心孩子 从你选择成为一名丁克开始 你就已经对自己的自身 健康不负责任了 作为一名三十家的女性 你已经错过了黄金怀孕期 你即将要面对所有高龄产妇 要面对的种种风险 如果将来你又想要孩子了 那么对你自己和孩子 也会造成危害 我最忍受不了你这种陈枪烂调 迂腐愚昧至极 你听清楚了 我对我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 我全世界最爱惜的就是我自己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奉劝你一句 不要对别人的选择指手画脚 你怎么了 请了啊 这是几 一 这个呢 二百五 发生过敏啊 我之前还真遇见过几个同样的病人 不过连小孩都知道自己过敏的东西不能吃 你一个大人 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你别拿跟小孩说话的语气来跟我说话啊 可我这里就是儿科诊室啊 你刚才躺的 这就是儿童病床 你再看看你自己所有的行为 哪点不跟小孩一样啊 莫大夫 音音 来找叔叔复查呀 音音可真乖 这么苦的药自己都能吃下去啊 喝苦药身体好 这谁教你的这么不押韵 好了 叔叔给你做检查 待会儿等会儿啊 你看我干吗 阿姨 你肚子里长虫子了 你肚子里才长虫子了吧 要不你怎么来看大夫啊 阿姨 你是不是上完厕所不洗手 阿姨很爱干净的 这个阿姨啊 是脑子里长虫子 你脑子里才长虫子呢 阿姨 这要不行 你得替莫大夫的 要讲卫生 音音 把叔叔教你的洗手歌 给这个阿姨唱一遍 鼓鼓掌 拍拍手 讲卫生呀 请洗手 大家一起来唱歌 互相提醒小朋友 拍皮球 画图画 停 来 蜜蜜 打电话放去找妈妈 去吧 莫大夫再见 拜拜 阿姨 你一天两个 跟这些小孩子在一起 你不烦吗 这是我的工作呀 你过来 把学牙给你聊一下 把学牙给你聊一下 一知楷模 深情永迹 疼爱无微不至 关怀教导有方 还得这么夸的 这太肉麻了吧 这些都是你网上订的吧 感谢你们守护患儿的健康 神医莫名斩病魔 妙手回春暖人心 这上面任何两条 未来都能当你的慕志明啊 两学压就别说话了 正常了 高压一排一 低压七十 你知道你自己 高压刚才才七十 幸亏你是走出洗手间 才晕倒的 几十花生过敏 在我国还属于小范围的人群 但是严重的话是会致命的 你可以通过口服 抗过敏药来进行治疗 这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用担心 如果是在儿室时期 免疫功能建立的过程中 连续小范围接触 就会有诱导性的耐受力发生的 这要你以后再接触到过敏源 也不会这么严重了 你小时候 父母不知道你化生过敏吗 你真有福气啊 那是呀 您只是好事 再来 好 好 来 好 好 来 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刚才那是老邹的大外孙子 太可爱了 都上小学了 我们上次见他 是不是他满月酒的时候啊 是 这时间过得真快啊 是直接送你们回家 还是去我那儿坐会儿 回家 对了对了 痘痘今天还问了你半天哪 哪个痘痘 老痘的闺女啊 你们小时候一块儿玩过 比你小三岁 刚才让你下车跟人打个招呼 你也不去 她今天一直问我 萧嫣姐怎么样啊 孩子几岁了 老公都没有哪来的孩子 反正我觉着啊 痘痘啊 还挺能干的 你看啊 儿女双全 工作也没耽误 规划得挺好的 你看 这是痘痘小女儿 今天刚满月 我这开着车呢看不了 我给你发过去啊 早点休息 你慢点啊 你自己怎么不给呀 你这个人 怎么了 怎么了 你看你爸 他什么都为你着想 专门给你买的 什么呀 花生酥 可香了 走了啊 嗯 花生酥好好吃啊 你是你爸妈亲生的吗 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对花生过敏啊 是啊 我也奇怪啊 尤雅 如果匆匆从小就对花生过敏 你会在她三二多岁的时候 给她买一个全世界 最好吃的花生酥吗 要匆匆过敏的话 我应该会在她三十岁之前 把全世界所有的花生 全部都吃掉吧 根本不让她知道 什么叫花生 嗯 哎呀 多大的事啊 你看你 哎 你就直接跟他们说 我对花生过敏 一句话不就解决了吗 嗯 如果这件事情还要我来跟他们说的话 那我真的怀疑 我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什么叫爱的深沉呀 你爸妈真的是太爱你了 太宠你了 是你不好 这么大了还把自己当个孩子似的 你想赖在原生家庭里面不爬出来是吧 我也不说怪他们 但这就是我不想要孩子的原因 我很怕将来有一天 我的孩子要面对我 也这么勉强 其实朋友圈里面有一句话说得挺好的 我们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让父母理解 可是父母呢 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等着我们说一句 谢谢 谢谢 这不挺好的吗 你行不行啊 人家好不容易来找你玩一下 你那个什么设备 什么时候给我绣一绣吗 真怀念以前的日子 什么日子啊 没完的日子 主要你儿子太吵了 主要你儿子太吵了 又我吵吗 来了 是吧 人家 人家 莉莉小夕 来来来快进来进来 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呀 给你惊喜呗 对呀 这是给我惊喜 不用换鞋 换一下吧 应该的 这给你放哪儿呢 放出房子 好 给我来给我吧 谢谢水果 来进来坐 人家你别照顾我们了 你快坐 坐坐 还真是想你们了 瑞姐 我跟小夕也特别想你 瑞姐 你现在看着特别幸福 浑身都发着光呢 有吗 有啊 你老公一定对你特别好 还行吧 一看就是 莉莉 我刚刚看他们把那个推荐会的照片 和视频都传群里了 你待会儿看一下呗 发展一个群里了 我怎么不知道 你们还有哪些卫要把工作的 现在养成了 你们看你 你这些是家 你这些是家 我需要畢设能量 你这些是家 你这些是家 我可以再有一个 帮我 你这些是家 可能说 有点不盖了 我能把你感受想 这是小夕 这是个小夕 在那儿 神力背负了 都假认了 可是我们现在 那怕不ров何 所以我们这个 还可以 寻找找到 推荐会的项目 是想表现一下吧 那她也不能在背后捅刀子 把咱们蕊姐怀孕的事 给散出去 太坏了 来 各位 我提议啊 咱们一块儿进肖元姐 预备好不好 来 来 来 这几天大家都辛苦了 咱们首战告捷 接下来呢 必须再接再厉 拿下妈妈网 好 好 必须再厉害我 老婆 苦吧 加油啊 就剩最后一口了 老婆 你可真棒 来 来 来 喝口水往下饮啊 来 喝口水往下饮啊 来 喝口水往下饮啊 辛苦了啊 老婆 辛苦你了 今天莉莉小夕她们来看我了 说我看上去特幸福 那肯定啊 你要当妈妈了 这幸福啊全写在脸上了 对了 对了 我想起来了 肖元姐之前答应过我们一个福利 什么福利啊 什么福利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个呀 那个 都忘了 趁今天这事我们让肖元姐再说一遍 我们录下来好不好 坐这儿都不能赖的 肖元姐可说了 如果我们这次能顺利地拿下妈妈网 就带我们去德国团建 是不是啊 肖元姐 是 肖元姐 你真的太牛了 一个丁克族对母婴市场却这么了如指掌 不愧是我的女神 没生过孩子还没见过孩子奴吗 这不满大街都是吗 我们再敬一杯我们女神好不好 为了德国团建的事好不好 好 来 敬女神 来 你好 你好 我是妈妈网的营销总监 叫我杰西就好 杰西 您好 我是肖元 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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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 bargain 亲爱的 要不你直接到我们公司得了 现在还不行 等我拿到我们西娅集团的股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们等你啊 好 不管怎么样 这次总算是合作上了 期待已久啊 得好好向你学习学习 哪里啊 我们相互学习 一会儿我上楼把合同签了 然后一起吃个饭 能吃辣吗 没问题 可以 不好意思 我这边接个电话 我们先加个微信吧 以后工作上就得经常沟通了 来 我扫你 好 我们一起上楼吧 不好意思啊 我这边领事有个会 得先撤了 抱歉啊 那那个合同 什么情况 你找我 一个丁克组 却对母婴市场这样了如指掌 真不愧是我的女神 没生过孩子 还没见过孩子奴吗 车不满大街都是吗 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啊 这个视频 已经被人传到妈妈网的领导群里了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我说这样的话怎么了 别人说可以 你说就不信啊 你再看看 再看看你这表情 我表情怎么了 会被人解读成傲慢不屑鄙夷 萧嫣 你最近的言行举止很有问题啊 你是不是得意忘形了 你明知道陈娇蕊怀孕 还自作主张 把项目交给她 你这是在干扰公司的决断 这我就不说你什么了 这次你又 我自己解决 妈妈往事西亚集团 一直想合作的公司 你最好能解决 如果这次搞砸了 砸不了 你放心吧 杰森 我知道那个视频 已经传到你们高三群里了 你能不能替我解释一下 那只是个误会 我是随口一说的 亲爱的 你先别着急 我们董事长现在非常生气 他也是刚刚有小孩 你懂的 这个时机 本来就比较敏感脆弱 容易不理智 我见影间等等 他现在在楼上吗 我想找他解释一下 最好先缓缓 我知道你们已经在跟其他公司联络了 你放心 我不会给你找麻烦的 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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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季总 您好 我是 你是一个丁克族 却对母婴市场了如指掌 你厉害啊 你还要去看 季总 我不知道是谁 在恶意散播这个视频 但是这是明显地别有用心 断章取义 这证明不了什么 季总 我知道妈妈网平台 有着数千万的妈妈 在这里分享怀孕育儿心得 而这些经验 刚好能够帮助我们西亚集团 更好地了解母婴市场 所以我们的合作 一定是供应的 是供应的 我问你 视频里的话是你说的吗 我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你走吧 您请吧 您您请去 做一份 您请 萧嫣 这回砸了 眼看到手的合同要黄 那天发布会 我遇到你这个同事了 是不是 亲眼所见吧 特别地阴险有心机 我还正想问你呢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觉得她特好啊 也没有特好 普通人吧 但是也不像你说的那种 背后捅刀子的人 她不是也送你去过医院吗 但那是装的 故意在我面前装好人 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 扭头就跑到李察那儿去揭发我 说我怀孕 也不一定是她说的吧 怎么不是她呀 公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是我说的 什么你说的 老婆 是我跟李察说的 你怀孕了 我做互相 阳光 你怎么来了 干吗呢 练瑜伽呢 孩子呢 孩子睡觉呢 大白天的睡觉啊 没睡够呗 小孩就是叫多 我呢就需要做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我跟你的儿子 有亲密的互动 再配上感人的文字 彰显我的母性光环 然后再非常不经意地 把这个视频丢给我的客户爸爸 你说得挺容易的 人家能那么轻易相信你吗 那就要看我文字怎么写了 我写文案很厉害的 来 快尝尝我的专属定制果汁 健康又受伤哦 你还别说啊 你这身材跟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一点变化都没有 这哪像五岁孩子的妈啊 五岁孩子的妈标评应该什么样 水桶腰 大香腿 认真起来了 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生几个 我那都是辣妈美少女 知道吧 我身边那些妈妈呢都是这样的 她们怀孕的时候不会胡吃海塞的 都特别注意管理自己的身材和形象 所以说你们累不累啊 生个孩子已经够辛苦了 生完了还不能歇一歇 还要减肥 保持身材 怕老公担心 当个辣妈也真是太不容易了 不光是老公嫌弃啊 主要还是自己要美美的啊 自己也开心啊 对吧 我还想写写我们俩的故事 好啊 选什么 你看啊 两只完完全全不同的生物 两个完全敌对的阵营 还有两条 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我妈经常跟我说 女人一旦结婚生孩子 所有的重心都放在家庭上 没有朋友是很正常的 我们完全的不一样的立场 却能够相互支撑理解数十载 这就鲜活地证明了 铁钉和辣妈之间 也是可以有深厚的友谊的 多感人啊 还感人的友谊 你还好意思说啊 你多久没有给我的朋友圈点赞了 我那么忙 我哪有时间刷朋友圈啊 我看你跟那个娜娜互动 倒是挺频繁的 娜娜 娜娜是因为我有工作找她 我跟她就是点赞之交 我们不一样啊 天天见面 还需要点赞吗 当然需要啦 我需要你关心啊 好好好 我现在就给你点啊 我每一条都给你点 刘雅 不行 我必须要跟你算清楚 又多少天给你动 我朋友圈点 你把手机还给我 不行啊 我要算一下 好 我完了 这什么意思啊 你把我屏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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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也被她打算 我会打算 你把我屏蔽了 你把我屏蔽了 你把你打算 那这样子就算了 你把你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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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 你把我屏蔽啦 又怎么能忘掉 你的心跳 已留下记号 却还有你 看到我所有 有什么